欢迎收看106年3月4号 星期六的港独新闻 我是赖昌邦 为了鼓励经济弱势的孩子 努力读书 南高雄家福中心 举办奖学金颁奖典礼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 本着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 捐助了100万元 这次共有500多位的 国小到大学的学生获奖 典礼上设计了 决战金头脑的问答游戏 学生们都展现 读书之外的生活智慧 颁奖典礼上的 决战金头脑活动 设计了许多生活化 多元性的抑制题目 让学生抢答 大家都玩得好高兴 也增添颁奖典礼的活泼气息 美国现任总统是川普 对货座请作答案 家福中心的孩子 来自不同困境的家庭 有的是单亲或是隔代教养 但是他们都克服环境上的限制 认真向学 争取荣誉 新年港独有线电视 也秉着企业回馈社会的精神 捐助奖学金 新年港独有线电视 我们每年都会投入非常多的这样的一个公益活动 那我想我们对于南家福中心 对弱势团体 弱势家庭的儿童 还有家庭的照顾非常的肯定 所以我们今年呢 继续跟家福中心合作 那捐赠了100万的奖助学金 给南家福中心的小朋友 在这边也希望借这个机会特别感谢 像庆联今年 这次的活动 孩子的奖助学金就帮助到100万元以上 这样子的一个金额 我想我们看到这样的资讯都非常非常的感动 因为其实这些的血痛 我们每一年都帮助非常非常多的家庭 这一次的奖助学金呢 我们特别有 就是我们地检署的还起诉图分金 还有我们那个庆联港独有线电视的一个赞助 那另外当然还有一些民间企业的团体 获奖同学中有人高马大的小新 假日时会跟妈妈一起做居家清洁的工作 未来希望报考警察大学 而小韩也能体会妈妈的辛劳 平时会做好吃的东西给妈妈 未来还想朝餐饮业完成自己的梦想 对啊 就是因为从小就体育也不错 然后就觉得当警察很帅 然后就想当警察 一部分拿去缴补习费 然后一部分存起来 因为我喜欢做美食 所以希望国中毕业之后 去考高雄餐旅大学高中部 谢谢大家的帮助 我会好好读书 然后孝顺妈妈 有企业的大手牵着小朋友的小手 那一棒接一棒 让这个爱心持续的延续下去 学生们一一上台领取奖状和奖学金 期许经济弱势的孩子 为自己的梦想努力向学脱离贫困 未来也能够饮水思源 尽一己之力回馈社会 港东新闻李正道 来一场帮采访报道 2017高雄妇女节影展正式开展 市长陈菊和400多位杰出女性 齐聚观赏开幕影片 陈菊表示身为女性市长 高雄是一个重视性别平等 及保护父权议题的城市 她鼓励女性多多参与公共事务 承担重责 让高雄更公平 性别更平等 陈菊市长一现身 受到全场人士热烈欢迎 现在另一道现场的是 我们高雄市政府的大家长 陈菊陈市长 是不是让我们以最热烈的掌声 来欢迎您 妇女节前夕 陈菊邀请市府 一二级机关女性首长 近百位校长及妇女团体 共同观赏2013年 杜拜影展最佳纪录片 粉红斗士桑帕特帕尔 并且宣布2017年高雄妇女节 女人女能影展正式开展 开议之前 陈菊向在场妇女表示 因为重视性别平等及保障妇女权益 高雄陆续成立妇女权益促进委员会 并且在市府区公所成立性别平等执行小组 截至今年一月 市府一二级机关女性主管人数 占总比例47% 陈菊市府在提升女性主管培育上 所做的努力 我们到106年一月底为止 高雄市政府市府的一级机关 二级机关的机关 女性的首长主管人数是812位 占总比例的47% 我们还是不够满意 陈菊表示身为女性市长 在市府团队合作下 推动性别平等业务 屡获行政院金星奖的肯定 而她也鼓励女性参与公共事务 承担重责 让高雄更公平 性别更平等 因为我觉得女性参与公共事务 承担重大责任 我会觉得女性的机会比较少 所以高雄市愿意给女性更多的机会 让高雄更公平 性别更平等 我相信我们在场 让人家一点的鸡鸡花来做 对我 2017高雄妇女节 女人女能影展 共有九部影片 分别强调女性在不同领域 及多元社会的影响力 开幕影片 粉红斗士桑帕特帕尔 描述印度女性组成粉红沙利邦 为受报妇女争取权益的 社会运动故事 而社会局也欢迎市民朋友 影展期间 能够踊跃索票观赏 港都新闻王思武 宋佩晨采访报道 喜欢运动赛事的观众朋友有福了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 84频道最新上架 HD体育频道11 内容包括即将开打的 2017WBC世界棒球经典赛 都在这个11频道 有最完整的赛事转播 爱好棒球运动的观众朋友 千万不要错过 台湾相当关注的 2017世界经典棒球赛 即将在3月6号开打 而中华队在3月7号起 就要陆续对上 以色列 荷兰和韩国队 争取进入八强的机会 为台湾棒球争取荣耀 能够穿上中华队的球运这一辈子 不管多短多长 可以是说是自己最 最荣幸的球运 我觉得义无广告地在这一次中华队全力投入到地上 棒球是远的 阵容很好的球队也不一定会赢 阵容不好的球队也不一定会输 我觉得棒球比赛是看林昌范 当下的看谁犯的错误最少的时候 是有机会赢球的 就是把自己该做的工作做好 这个是一个很棒的舞台 我想要在这么棒的舞台去表现自己的实力 四年一次的今年赛非常开心 这次入围这次的名单里面 会拿出最好的实力 然后在最棒的舞台表现自己的最好的音乐 中华队 我的肩膀很重 但我很骄傲 这个新的HD体育频道11除了完整转播2017世界棒球经典赛之外 台湾职棒Lamingo桃园队主场赛事的转播也会在11频道上 甚至还有世界上最瞩目的顶级足球赛 像是英格兰足球联赛 意大利甲级联赛 也都可以在11频道上看到 场场精彩赛事 运动迷们请锁定中加各系统的84频道 港东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这个星期的新闻回顾 发生在1947年的228事件影响相当深远 一直到现在仍然迁细着台湾的政治发展 高雄市政府在228和平纪念公园 举办龙咒的追思纪念仪式 仪式中合唱团演唱多首具有历史代表性的台语老歌 引起在场人士无限的思念之情 庞木鸡合唱团悠悠歌声演唱闽南语 经典歌曲《苏母爱郎》 为228事件追思活动揭开序幕 也引起在场人无限思念 代表和平的白鸽与纯洁的百合花 布满和平纪念公园 高雄市长陈菊在文化局长引力的陪同下 抵达追思会场 并与228受难者家属 及研究学者共同默哀一分钟 至上崇高的敬意 接着市长陈菊与受难者家属 把手中洁白无瑕的百合花 献给228事件 为追求和平正义而牺牲的前辈们 此时此刻许多人红了眼眶 强忍悲伤情绪双手合十 纵使228事件距离至今已经过了70个年头 高雄市政府仍期待借由隆重的追思活动 表达对受难者无限想念 港都新闻张世民 罗绍军采访报导 还要告诉您 今年迈入第13届的高雄内门宋江镇活动登场了 这也是台湾要上国际舞台的重要观光活动 今年的活动特色 除了有传统民俗议政和创意宋江的展现之外 还有地方拌桌美食以及文创商品展售 希望透过一连两周的假日活动 吸引更多游客前往领略这个有百年传统的艺政文化 恒山宋江镇展现平谱族票汉的狩猎文化特性 内门宋江镇活动即将在3月4日登场 今年包括传统艺政绕境之外 还有每年吸睛的大专院校创意宋江镇头大赛 精彩可齐 主办单位市府观光局希望大家不要错过 我们的创意宋江镇的这个比赛 当然都是每一年最主要的主轴 那也会吸引很多人来观赏 因为我们不管是我们的社团 或者是我们的学校的社团 或者是一般的这个高中的社团 他们都希望能够把宋江镇这个文化传承下去 所以除了一般的镇头以外 在学校里面呢 借我们的孩子的创意 会推出很多的创意宋江镇 所以这个创意宋江镇的比赛 一直是每一年的这个精彩 高雄内门宋江镇是台湾观光年历上的国际活动 市长陈菊希望透过这项盛会 吸引更多游客到内门体验 艺政文化发展观光 高雄内门宋江镇3月4号到3月14号 南海七夕时欢迎大家做会 武兰门到宋江 创校有115周年的内门国小发展宋江教学 有24年历史 学校希望结合民俗议政的特色教育 培养出更具内涵的宋江镇头文化 从一年级到六年级就会把内门绕境 跟宋江镇的这个典故原由做深入的探讨 更希望我们孩子有这个宋江镇文化的内涵 潜藏在里面 很荣幸可以把家乡的文化宣传出去 都在大太阳底下练宋江会不会觉得很辛苦 不会啊 在大太阳底下练 都是很值得的 因为打宋江的人都要听鼓声的指令 这有宗指挥的感觉 对 为了提高地方观光亮点 今年主办单位也推出首次的夜间露营深度旅游 提供免费文史导览和观星服务 希望让游客满载而归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澜君采访报道 日本福岛核灾即将届满六周年 南台湾废核行动联盟将在3月11号发起 废核反空污大游行 主要的诉求有核三场不得研议 核废料处理必须有公民参与 推动非核低碳的能源和产业转型 以及强化空污管制 限缩污染产业 希望号召更多关心废核和反空污的民众一起走上街头 来自南台湾十多个环保团体代表呼喊废核反空污口号 希望唤起民众非核家园的理想 不要因为现有的成果 而忘记核三场还在运作的事实 我们核三场要动到2025年才会出役 所以这段时间其实要政府确保核电安全 核安安全非常重要 偏偏我们的核三场是全台湾核安纪录最糟糕的核电厂 单单在去年就有六次的核安事件 然后呢 而且直接断层带就通过这个核电厂 所以这个核电厂是非常不安全的核电厂 需要人民持续的监督 要求政府不能摆烂 环保团体诉求核三场因尽速除役不得再严之外 有关核废料的处理问题也需要让公民参与 别让下一代成为受害者 那政府现在提出来的时间表示 2055年才要来处理这个 就是核废料的问题 就是最终的处置厂的问题 2055年距离现在还非常漫长 像我们这种年纪人可能早就入土为安 可是那些核废料却要后颜子孙 这是不公平的 小朋友在图画纸上画出了高大的树木和暖和的太阳 希望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 在家长的同意下 他们也走出来参与反空污行动 用最单纯的想法告诉大人 防治空气污染该怎么做 我们因为要很多树这样才会有好的空气 我们在树下的时候如果呼吸 然后高属吃来的气 它会吸收我们吸的气然后就可以 因为种树可以制造新鲜的空气对不对 对 那你觉得现在我们的树种的够不够多 因为它一直砍树所以不够多 希望大家多种树对不对 废核反空污游行将在3月11日登场 预计会有来自南台湾多个环保团体和联盟出席 也要再一次呼吁政府面对备核和空污问题 希望长期关注这个议题的民众 能持续展现公民的力量 强化政府推动能源和产业转型的决心 还给人民安全干净的未来 港多新闻李正道黄兰军采访报导 您家的电视装上机上河了吗 新年港都有线电视加快数位化进程 林亚区已经完成全区数位转讯工程 而紧接着要进行前证区的转续作业 许多收视户在家装机上河之后 相当满意数位化带来的服务 不但画质变得清晰亮丽 收视频道的选择也更多元丰富 未配合政府全面数位化政策 清廉港都有线电视从去年11月开始 投入类比讯号数位转讯作业 经过工程人员努力及收视户配合 3月2号林亚区全区完成转讯作业 成为清廉港都有线电视 第一个完成数位化的行政区 继林亚区3月2号全区完成数位转讯作业后 清廉港都工程人员马不停蹄 紧接着来到前证区进行有线电视数位转讯作业 就在完成第一个行政区数位转讯作业的隔天 清廉港都工程人员一大早全副装备 准时抵达数位转讯服务站 准备展开前证区的数位转讯 提供收视户无缝接轨的转讯服务 透过专业人员清楚说明 收视户了解类比讯号关闭后 必须身装机上盒才能看到原来的电视节目 画质也变得更清晰亮丽 便立即向现场服务人员申请安装 感受数位化带来的升级服务 就连当地离长也大力称赞 机上盒数位转讯会更捷带 更清晰 看到大家的眼睛也更好 我觉得画质比较清晰 然后颜色上也觉得比较不会刺眼 觉得很舒服 所以有的机上盒很好 我原本担心要浅 原来可以免费换机上盒 非常好 有线电视数位化不仅是政府政策 更是迎接数位汇流时代的趋势 清廉港都除了持续提供收视户最好的收视品质外 也呼吁民众家中还没安装数位机上盒 务必尽快提出申请 早日享受高品质与多样化的数位生活服务 众盛大 林志田及福下众 善男姓林扣手参拜拜 首持清香仁和里里长林志田与林亚区长及数十位里长各地信众共同参拜 为公主福德政审圣诞祈求国泰民安封调与顺 被大荣树包覆的树中庙和德宫 不但是林亚区的特殊奇景 更同时横跨林亚 新兴及浅金三地 土地宫与荣树宫长久以来保佑居民平安顺遂 因此每年福德政神圣诞 三区共七十多位里长都会特地前来参与团拜 感谢土地宫庇佑 很感谢我们土地宫对我们地方的一个风调与顺 然后来对我们整个地方的一个瘟疫 然后以一个自信力量都有一些的帮忙来帮助 所以今天我们大家都很感念 所以说我们今天里长很多 大家来多来再一次的祈求我们土地宫来对我们地方的一个照顾 也利用这个机会呢大家团聚一下 然后跟被公一起拜年 因为以往呢每个里长都会 顶顶山上整天早上也有来 下午也有来 晚上也有来 所以今天就想说既然大家都会陆陆续来 那倒不如就把大家邀来一起团拜这样子 隆重的祈福典礼开启土地宫祝寿仪式 紧接着透过福德政神降临加持 信众们一个个走过平安桥 象征为新的一年带来好运也获得平安 在这里接触到的信徒都会跟我们分享 他们来这里拜拜 都很快就会有很好的感应 他们也都一直会陆回来这里拜 所以目前信徒已经不够奇数了 曾经面临拆迁命运的何德宫 不但安然度过危机 更在此建庙超过一甲子 相信冥冥之中都有安排 难怪一年一度的圣诞庆典 指引各地信众不远千里前来参拜 气球在土地宫庇佑下 事事顺心 幸福平安 港都新闻李嘉隆 罗绍军 采访报道 又传出保育鸟类草销 因为人为因素死亡的案件 这已经是连续三个月来第三起案件 为了保护越来越稀少 俗称猫头鹰的草销 高雄市野鸟学会发出沉痛的呼吁 希望农民能够用更友善的方式 来防治农田殊害 也减少农田使用驱鸟绳和架设隔离网 降低对鸟类的威胁 遭到三百多公分驱鸟绳残绕的草销 被发现时已经错过黄金抢救时间 高雄市野鸟学会公布一张张 草销混沌农田的相片 说明近三个月来连续发生的草销命案 已经有三件 对这平临绝种的鸟类来说 更是一大危机 三个月有三件草销的一个意外 其中两只死亡 一只后来也放了 三个月有三只的意外 那我想这个密度是相当可怕 相当可怕 以国内目前专家学者的一个推估 草销也才五十到一百只的一个范围 野鸟学会进一步指出 农民为了防治鼠害 在农田施放的补鼠药 因为药性强烈 也对草销带来威胁 希望能用更友善的方式防治 让有益的鸟类能获得更好的自然空间 那根据我们之前的研究 它在繁殖期 繁殖阶段 它一个晚上会带六只到十二只左右的老鼠 平平大概都有七只左右 所以它对于这个鼠派的防治是非常好的 就是你让农田里面的鲜猫头鸣跟猫禽 数量比较大的话 比较多的话 那这个鼠派 或者是其他的鸟派 它也会相对的降低 鸟会总干事林坤海说 草销是农民的好朋友 成鸟一碗可以吃一到两只的老鼠 抚育幼除其间 青鸟一碗可以捕捉六到十二只老鼠 防治鼠害的能力惊人 高雄和台南是全台湾 目前草销最重要的栖息环境 希望呼吁大家共同重视 别让同样的遗憾再次发生 港多新闻宋佩成黄兰君采访报道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都新闻 感谢您的收看 也祝福观众朋友周末愉快 我们下次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从一种坚定 阅读追求初心的感动 从悠久文化 阅读高雄在地的韵味 每周三晚间九点 和您一起月高雄